美帝霸权主义在全世界横行霸道,但在他面前却只能算是直老虎,你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吗?他就是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,回顾中美历史上六次开战,毛主席领导的时代就有五次,五战五胜直接将美国劳打服,而剩下的那一次则要追溯到清朝,要知道二战之后,美国迅速扩充国力,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霸主。 在之后的对外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,硬是用拳头打响了美国的名声,然而遇到毛主席带领的人民军队后,却五战五败被打得灰头土脸,毛主席不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人,你知道面对实力强劲的美帝国主义,伟人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的吗? 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,中美历史上的第一次交战在晚清,大家也都知道晚清政府有多迂腐,搞了个闭关锁国的政策,直接让我国错过工业革命,发现落后西方国家一大劫,等到西方列强入侵我国的时候, 才发现由于实力差距太大,清政府的军队根本就没办法抵抗,中华大帝成了砧板上的一块肥肉,任由西方列强宰割,1990年八国联军发动了清华战争,这是以大英帝国,美利坚和众国,法兰西第三共和国,德意志帝国,俄罗斯帝国,日本帝国,意大利王国,奥匈帝国为首的八个主要国家,组成的对大清帝国的武装侵略战争, 也是中美历史上的第一正面战场,清军与全城参战的美军多次交锋,这时候的清军还是有点骨气在身上的,也打了几场漂亮的仗, 比如在天津保卫战中,清军就将美帝九兵团围剿,致使其伤亡以前二百多人,就连团长都被清军爆头了,后来还会在日军的协助下才突出重围, 只可惜短暂的胜利无法扭转整体的局势,晚清政府已经像一滩烂泥浮不上墙, 最终在新丑条约的签订中,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,直到毛主席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, 在一片黑暗中杀出一条血路,带领四万万中国人角处逢生,中国不仅重新站了起来, 如今还走在了世界的前列,这些都是靠一场场和美国血战的来的,也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导下,才能将美帝国主义的霸权梦碾碎。 中美历史上的第二战发生在抗战胜利之后,当时大量的美军进驻中国华北地区,帮助国民党抢夺战略要地, 青岛就被美军抢走成了海军基地,美军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,要是再不反击多少有点让人瞧不起。 所以,即便当时我军装备与支天差地别,军事实力也根本不能比,但面对世界第一霸权,中国军人依旧无所畏惧,该打就打丝毫不惯着他。 1945年,40多名八路军在天津西北,约40公里处的地方遭遇美海军陆战一事,当时的美军还十分的嚣张。 结果在交战期间,硬是被装备落后的八路军打伤三人,吓得美军第二天就把坦克和战机全都搬出来。 到了1946年7月中美又发生的交战,这一次我军事先在美海军陆战队一事,前进的路上提前做好埋伏,导致毫无准备的美军三死十四伤,还有一名军官当场逼命,就连美军都跨在这场伏击战打得猛烈。 美国为何不敢与中国开战?回顾中美史上六次开战,毛主席五战五胜将美国打伏,1947年4月堂估一战美军损伤惨重,不仅被我军偷袭了一座军火库,连夜运走了大量的军火弹药,还当场打死了五名美军哨兵。 更好笑的是等到美军天亮后追击时,又被我军埋伏的地雷炸得人羊马翻。 美军总算是意识到中国军人厉害之处,这也是中美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战。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带领下,三次战役给美军造成了巨大损失,也为之后我国彻底将这些预外势力,赶出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中美历史上的第三战就是抗美援朝,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,中美的第一次正面战场,1950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,朝鲜把韩国打得节节败退。 美国一看自己的小弟被欺负,带着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军就过来了,把原本占据大优势的朝军打到鸭绿江边,朝鲜站在了王国的边缘,随时都有可能掉下去粉身碎骨,本来想让苏联出面替他撑腰, 没曾想苏联也不愿意和美国正面对抗,毕竟要面对的是占据世界GDP四分之一,军事实力完全能和苏联抗衡的全球一霸,无奈之下朝鲜只能求助于中国。 其实一开始朝鲜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,毕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百废戴星,所有人都认为中国肯定不是美国的对手,就连我军很多高层都反对出兵,只有毛主席力排众议坚定抗美援朝。 伟人表示这场仗他们这一代人不打,就会留给下一代子孙,中国大地上依旧长时间无法平静,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。 当志愿军百万雄狮跨过鸭鲁江的时候,美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还在嘚瑟,认为自己对中国军人的了解很深刻,根本就不需要怕这群杂派军,等到中美两军正式交手之后。 麦克阿瑟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,不过是到如今一切都晚了,在志愿军的帮助下朝鲜人民重整旗鼓,将美军打得节节败退一直到三八线以外。 甚至志愿军还打过了这条线,拿下过韩国都城汉城,也就是现在的首尔,也正是因为志愿军的勇猛表现,苏联才决定援助朝鲜。 最终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,不被全世界看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,将装备精良的美军彻底打败。 这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,打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,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亮剑行动。 到现在那些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,回忆起和志愿军对战时还会被挤发粮,那是一群意志强大到可怕的人。 回顾整个战争始末,毛主席是当之无愧最重要的人,是他力排众议决定出兵,虽然战时他没有上过前线,但正所谓运筹帷之中决胜千里之外。 在战术和战略上都做出关键性的决策,历史证明伟人的决策是正确的。 当然除了伟人之外,还有挂帅亲征的彭德怀总司令,奔波于中苏之间的周恩来总理等很多人,他们都为这场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美国也终于真正意识到,新中国能够走到如今这一步绝非偶然,而是在伟大领袖的指导下必然的结果。 中美史上六次开战,毛主席五战五胜,直接将美国打服不敢再来犯。 中美历史上的第四战是抗美元院,美国人在朝鲜碰了一鼻子灰之后,又把目光转向了越南。 为了巩固自己在亚洲的势力,动用武力不断将越南战争升级,搅得越南国内混乱不堪。 本着纯王齿寒的原则,中国再度出手了。 从1965到1973年这八年的时间里,毛主席先后排除32万大军援助北越,与美军在战场上拼杀2000多次。 光是美军飞机,救济商机落了3000多架。 可见到这时候,中国军力已经上升许多。 在中越军队的共同努力之下,美国想要政府的越南的美梦破碎,自己倒还深陷越战泥潭无法自拔。 其实在中国出兵之前,美国就用战争风险恐吓过我国,企图阻止我国对越南进行援助。 没想到毛主席根本都不带搭理他的,甚至还警告美国不许越过北纬十七度线。 这句话对美国来说就像圣旨一般,直到越战结束,他们都不敢越过半步。 这或许就是来自伟人的压迫感。 越南战争最终在中越联手,还有苏联的援助之下打败了美国,对美国的国家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 中美历史上的第五战是抗美元老,不得不说美国是真的停不下来搞事。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美国为了扶持亲美势力,对老挝发动了残酷的特种战争,不仅侵犯了老挝国家的主权, 还在这片土地上肆意的狂轰乱炸,一架接一架飞机的飞出,进行低空扫射并投弹,一遍遍的扫射直到弹药用尽为止。 对于老挝人民来说这些飞机就是恶魔,老挝虽然极力反抗过,但结局不甚理想,毕竟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太大,美国打老挝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。 我国得知了老挝的情况后,伟人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决策,派出十一万驻陆工程大军援助老挝,帮助当地进行防御攻势的修建,还有二点一万人的高炮部队入牢作战,期间我军与美军交战将近百次,击落了几十家美军的战机,最终帮助老挝人民赶跑了美军,老挝也如愿以偿的保持了社会主义,直到现在中老两国依旧是好兄弟。 中美历史上的第六战有些特殊,是历史长达二十年的中国领空保卫战,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正规的空军力量,还是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,苏联派出军事专家来我国,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的空军人才,也正是由于我国前期的空军力量薄弱,才会让美国和国民党对我国领空肆意入侵。 不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好惹的,即便我国的战机没有美国那样先进,飞行员没有美空军那样身经百战,但为了守护我国领土主权,每一个军人都选择重权出击。 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1969年,中国打了非常多次的领空保卫战,从一开始的被打倒守足无措,到后来有能力与之抗衡,再到最后一举激爆美军战机。 中国空军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进步,成功地捍卫了我国的主权。 在毛主席带领下打的这五场战争,将美利坚的骄傲自大直接击碎,毛主席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。 对此你怎么看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。